他是田园市的扛把子 是一生操劳国事的好官 是双伤在线的忠臣 凭着一腔雇佣出使金国 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 看完范成大的一生 宋亲宗靖康元年 公元1126年 范成大出生在平江府吴县 今江苏苏州 范成大家里是书香门第 可是妥妥的官二代 他爸是范鱼 近史兼秘书郎 他爷爷是范师尹 官赠太子少妇 他的曾爷爷叫范义 官赠太子少宝 他外公是菜香 宋四大家之一 他的老妈封秦国夫人 这一出生就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 Buff直接跌满 不过在靖康二年 1127年 金朝南下攻取了 北宋的首都东京 北宋灭亡 这就是历史上 非常耻辱的靖康之变 范成大爷因此家道中落 有钱的日子 他只在婴孩时期 过了那么一阵 本来应该是高富帅的他 一下子沦落为了穷屌丝 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因为家境穷苦 范成大踏入社会比较早 因此他对农村生活的艰辛 有深刻的感悟 20多岁的时候 就写下了一些描绘 农村生活景象的诗 如 《大鼠周行寒山道》中 描绘了农民在大雨中 劳作的情景 《骚丝行》 写《姑嫂竹简》 《骚丝》 《麦思》的繁忙劳动 崔租行则描写了崔租力 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 宋高宗绍兴24年 1154年 28岁的范成大一举重地 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 美好的未来在向他招手 1156年 范成大任辉州私户参军 在辉州围观时 他客观叙写了一位 老农一家的遭遇 后崔租行 老富田荒秋雨里 旧石高岸金江水 雍耕游字抱长鸡 得知无力输租米 自从相关新上来 黄纸放尽白纸催 卖衣得钱兜纳雀 病骨虽寒聊免妇 去年一进到家口 大女临起两分手 今年次女已行眉 义父驱将换生斗 市中更有第三女 明年不怕催租苦 这首诗对富脸之重 官吏兼逼之酷 和百姓受难之深 做了形象的描绘 深刻地反映出农民 在官府磕种租税下的 苦难生活 范成大仕途顺畅 但是工作很忙 没时间陪老婆 于是写了首《车遥遥》篇 来表达对他的思念之情 车遥遥 马冲冲 君游东山 东复东 安德奋飞 逐西风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绞节 月赞会 星长鸣 流鸣带岳父 三五共盈盈 范成大一路顺风顺水 直到前到二年 1166年二月 范成大被人诬陷于月等级 惨遭霸指 不过第二年十二月 他又被朝廷启用为 楚州之州 今浙江沥水 四年八月 范成大抵达楚州 当时楚州的百姓 被朝廷的劳逸制度 折磨得苦不堪言 百姓们被逼着参加劳逸 干体力活 还没钱赚 这可没谁愿意干 范成大见此情况 就为楚州创立了一个 异议法 规定不服劳逸的百姓 必须花钱买土地 称为一田 一田的收获 就给服劳逸的人 这个方法实行过后 百姓和政府都纷纷给出好评 之后还被推广到各个省份实行 除此之外 范成大在楚州当官不到两年的时间 修复通缉业 新造平正桥 这些政策对减轻地方负担 改善百姓生活 促进农业生产 安定社会秩序 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他在楚州当官不到两年时间 却心细百姓 政绩斐然 一看就是当官的料啊 1170年 曾经楼传夜雪 刮周度的抗金英雄于韵文 向宋孝宗上书 提议派遣使者 出使金国 办两件事 第一 要回宋朝皇室祖陵所在之地 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巩义一带 第二 修改寿书礼仪 前道之盟要求南宋皇帝 接受金国国书的时候 必须离踏相迎 就是皇帝必须起身 离开龙椅接受国书 事情虽然小 但是非常的侮辱人 皇帝觉得面子挂不住 得改 那时候的金国 非常的野蛮强势 既有谈判的任务在身 还要担心自己白白送命 这一口大锅 谁也不想背 满朝温武大臣都不愿意去 最后只剩下范成大了 他就成了此次外交任务的背锅侠 但是宋孝宗的国书里面 只写了要求归还皇陵 丝毫也没有提起 修改寿书礼仪的事 范成大请求孝宗 加紧这一条 但孝宗觉得 这种非礼派事 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条件提的太多 怕激怒金国人 引起两国再次开战 所以只能由范成大自己提了 随后 范成大动身前往金国 使者的队伍经过旧都汴京时 他看到的都是破败不堪的都城 哪还有从前繁华热闹的样子 原来曾经风雅的宋朝 早就不复存在了 在金人统治之下 百姓的生活风俗日趋接近胡人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被同化 蓝佩禄记载了当时百姓的生活现状 酒席胡俗 态度嗜好 与之俱化 罪甚者 衣装之类 其至尽为狐义 但附近的老百姓 见到宋国的使者到来 纷纷前来询问 王师什么时候克服中原 百姓还记得自己是宋朝人 心心念念盼望着国家统一 范成大垂泪不语 回到驿馆后 他含泪写下周桥 南望朱雀门 北望宣德楼 街旧玉露也 周桥南北 市天街 赴老年年等嫁回 人类师生 巡使者 几时真有六军来 他已经泪流满面 但却无法回答他们 因为朝廷的军队 怕是再也不会来了 到了金国宫廷 范成大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流程 正式向对方提出申请 要求归还北宋领寝之地 然后顺势提出 寿书礼仪需要修改这件事 金士宗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大臣们也非常愤怒 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将早已准备好的奏章 递到对方的面前 金国太子完颜云想杀了范成大 好在被他哥哥拉住了 范成大眼神坚定 面不改色 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一段时间 完颜云很佩服范成大的胆色 最终收下了奏折 但只允许南宋奉迁领寝 归还了宋亲中的子宫 其他申请一并拒绝 范成大初始金国期间 住在惠通馆 有一个当差的小吏 特别敬佩他的威武不屈之志 得知金国已经奏义 很快要扣押他 特意跑来报信 范成大早已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于是提笔写了惠通馆一诗 做绝笔 万里孤沉致命秋 此身何止尚欧服 提携汉杰同生死 修问低阳杰辱不 没想到金国扣押了他 一段时间后 又把他放了 范成大安然回到了南宋 整个南宋朝廷都轰弄了 居然能从如狼似虎的金国 全身而退 虽然悲剧 但范成大的风骨气节 得到了金国的尊重 彰显了一个弱国 在外交中的坚定立场 后来范成大把初始金国的过程 写成了一本日记 名为《揽配录》 记录了他在征途中的所见所闻 春兮元年 1174年 范成大由知敬江府 经桂林调去成都 范成大已经有些疲倦了 魏国效力 虽然不应该因为路途遥远而犹豫彷徨 但自己又对家乡有着窃窃的思念 到了成都 因北面有望乡台 他就以此为题 写了一首望乡台 千山已尽一封孤 立马行人莫及区 从此蜀川平寺掌 更无高处望东吴 后来 他在四川结交了路由 他俩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177年五月 范成大因为生病 辞去了在四川的职位 同年中秋节 去了黄鹤山南楼的赏月宴会 有感而发写下 水调戈头 细数十年事 细数十年事 十处过中秋 今年新梦 忽道黄鹤旧山头 老子各中不浅 此会天骄重建 金谷一南楼 兴汉淡无色 欲敬独空福 十多年间迁徙不定 十年浣海沉浮 在十处度过十个中秋 说来也十分上心 后来范成大在石湖度过了 十年闲适忧郁的晚年生活 于纯熙十三年 1186年写下名作 四十田园杂姓六十首 咒出耕田夜祭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公耕之 也傍桑音学种瓜 作为宋代田园市的扛把子 他的这首四十田园杂姓 写的趣味横生 就好像回到了温暖而祥和的田园老家 少期四年 1193年 范成大于病中 自编的施温泉集完成 并让儿子拿去请杨曼礼作序 同年秋季 范成大病重 随后于9月5日逝世 享年68岁 范成大经历了儿时的中鸣鼎时 少年时的困顿苦读 成年时的磕场得意 官场的起起伏伏后 终于回到了阔别日久的家乡 他的一生 正如宋孝宗的评价 清南至贵广 北市油烟 西入巴蜀 东伯邓海 可谓贤牢 宇齐多吉 他也在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网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提到范成大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在评论区里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